牛爷爷的书法 小朋友们好 我是牛爷爷 牛爷爷好 很高兴今天能来跟您学书法 好 今天我们学习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的上字 好的 牛爷爷 写上字只有三笔 是不是很好写呢 我们看一下这上字 虽然只有三个笔画 但是每个笔画的位置都要摆得合适 这个树跟横交接的时候 由于上边有一个小横在右边 所以这个树就不要太靠右了 可以稍微往左一点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这个树是不是往左了一点 这个小横跟这个长横之间 孔单不要太小 太小就挤了 所以它们俩距离可以稍大一点 再有这个长横前边是向上走 过了中线以后就别老往上了 总是往上这个字就斜了 过了中线可以稍稍地往下压一点 那从哪开始压呢 就是从这个树的底下 从这个位置过了这以后 下边这个线就逐渐逐渐向下 这样这个字就稳当了 我现在完整地把它写一遍 进去这一树 这个树要写得饱满 上粗 下细一点 这横偏上 不要写得太重 这个横 起笔向上扬 过了这个树底下以后呢 逐渐逐渐地 向下走一点 然后提笔 顿笔 转笔 收笔 这个上子就写好了 母亲小朋友 你学会了吗 谢谢牛爷爷 我学会了 这就是好好学习 天天想上的上字 中书包买不由别 两行包吃大公节 恨要上要还向下 外点就在树下边